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呢我們終於要來拍這個千呼萬喚的影片 那就是我到底為什麼要搬家 因為這個故事有一點長 所以大家請先準備好你的飲料 我做了一杯有點太滿的Latte It's everywhere 大家可以先忽略一下我的頭髮 今天真的長得很醜 好那我們就直接進入正題 就是第一個為什麼我要搬家 第二個為什麼我會搬到一個 跟以前的家格局很像的一個單位呢 Let's get started 事情要回到2021年的9月底 HELLO EVERYBODY 沒有想過我會要拍這支影片 那雖然如果可以的話 我也希望我不要拍這支影片 但事情就是發生了 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家人在台灣嘛 然後我本來的計畫應該是 11月會去一趟美國 然後之後再回香港 所以加上隔離的時間出來 大概是在12月中左右 但是就在一個多禮拜前 我收到我的房東給我的訊息 就說 欸我要賣房了 所以請你在11月中的時候 就要搬出去 我當聽到整個是晴天霹靂 你知道嗎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乖的房客好不好 我又不養寵物 我又一個人住 然後每個月都有準時繳房租啊這樣子 其實上個禮拜 我就是來回了很多次 就跟房東解釋我的狀況 就我不是故意不回去 或是故意要霸在那邊 而是我是真的人 沒辦法回到那邊去處理這件事情 對 想到還是覺得很崩潰 其實我簽上一間的時候 我是知道 其實房東本來是想要把房子賣掉的 但是因為他的買家那個時候 就一直沒有回應啊 就是沒有談論啊 所以就決定先租給我了這樣子 那其實我那時候也沒有想太多 我就只是想要趕快有一個地方住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小小的 隱患吧 就是如果你的房東本身就是想要把房子賣掉的話 很可能就像我一樣 住完一年的深約 他們就會要你搬出去 那你就會很麻煩 因為其實我本來就打算11月底要回香港 所以我就有問房東說 可不可以給我寬限一個月的時間 就是給我到12月31號 這是我猜的啦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想要讓我趕快搬出去之類的 他是說新的屋主已經找好裝潢啊 就是師傅都約好啦 怎麼樣怎麼樣 但所以就變成其實我的房東在跟我說之前 就可能已經把房子處理掉了 那當然這個在法律上面 我覺得房東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我也不是專業的 個人會appreciate 如果我的房東願意先跟我協商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來回真的是很不方便 那最後我還是妥協了 因為其實我也沒有辦法做什麼 我已經預想過最壞最壞的狀況就是 我從台灣先飛回香港隔離14天之後 處理好搬家的東西 然後再去美國 去完美國回來再隔離21天 那我唯一想到的辦法就是 去找一個離我本來的家很近的地方 然後我可以請搬家公司直接整批的就是 從一個地方搬到另外一個地方 這個是我那時候非常美好的想像 對 我就只能開始瘋狂在租屋網上面 找我家附近的屋院 最後呢我是真的非常非常幸運 就被我划到一間 同一棟屋院裡面我找到另外一間 就是跟我本來的單位很近的 另外一個一房的單位 當然找到物件之後就要開始看房 但是因為我人不在嘛 我要怎麼看呢?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是到我的友情卡要發揮功效的時候 因為這次搬家 我覺得我把我身邊朋友的友情卡 都已經用好用滿用光光了 那這個冤大頭是誰呢? 大家應該已經猜到了 就是住在我家附近的Bill 基本上那個租金啊 就是一些Terms其實都講的差不多了 那就等一下呢 我的朋友會幫我過去看一下裡面的環境 沒有什麼問題 我就會簽臨時租約跟繳定金這樣子 但是這又是另外一個小故事 我剛剛收到房仲的原因訊息 他就說今天還會有另外一個客人去看那間房子 所以就看誰的動作比較快 你知道嗎? 那我已經這一兩個禮拜 我已經整個人都是處在一個很stress out的狀態 如果這個房子被人家搶走 我真的是會原地崩潰 大家有可以透過鏡頭感受到我的壓力嗎? 一個小突發狀況 就是房仲剛剛跟我講說 另外一組客人也會先逼我先看 黃小姐 那個其實剛才那個客戶也要租 不過呢 我剛才遇到那個管理處 那個人他說你很好 口碑也很不錯 所以我們就想 七點半等你朋友看完之後沒問題就跟你簽 如果你沒確定我就直接跟那個另外一個客戶簽 因為他那個兩夫婦也挺好的 政府那個公務員來的 好 所以 你朋友待會看一下囉 好 謝謝你 你知道我上一次也是租這一棟的時候 我真的當天下班就要馬上去簽約 結果下午就說 有一個公務員一次付了一年的房租 然後就把房子租走了 我當下也是真的晴天霹靂你知道嗎? 好緊張 好緊張 這個就是出去租房子的 一種很刺激的感覺 因為你不租別人就把他租走了 就是這麼簡單 啊 哈囉 哈囉 這應該是同樣的 所以 最低的房子 在床上 床上也應該是同樣的 其實你的房子比較好 好 OK 那另外你那個正式租約呢 沒問題 只要你就 寄給劉先生就可以了 然後就約他6號過來這邊 辦這些手續 6號就是11月6號 21月6號 好 OK 好 謝謝 謝謝 剛才另外一個客人打過來 問他可不可以租 可是我剛好簽了 謝謝Bill 謝謝我家樓下的管理員 謝謝房中 謝謝房東 我今天終於可以好好的睡覺了 我跟妳說我那時候聽到房子快要被遷走的時候 我整個人非常非常的慌張 因為在我心裡面就是這個就是成敗的關鍵了 就是我到底能不能夠去美國 就看我有沒有遷到這一間了這樣子 簽完臨時租約之後 我暫時心裡面的那個大石頭就放下來了 總之呢在進入到正式搬家這個環節之前 我要做的 首先跟房中對好正式合約的內容之後 我印出來簽好 然後寄回去給Bill 然後請Bill幫我拿去給房東 然後幫我把鑰匙給拿回去 是不是聽起來很複雜 還沒有完 因為我沒有預想到我會需要搬家嘛 所以我的鑰匙當然就還在我這邊 把我的鑰匙寄回去給Vanessa 讓Vanessa去我家把一些重要的東西 或者是該丟的東西丟一丟 然後呢再請她把鑰匙給到Bill 讓Bill之後來幫我搬家 就是這麼的麻煩 對 我只能說隔海搬家 真的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但是呢還好我遇到了一個非常好的搬家師傅 這個是Kittlin推薦給我的 喔 反正我講到這個 Kittlin呢 在我得知我要搬家前的 好像一個禮拜還兩個禮拜吧 其實她也被通知她要搬家 她整個人就超崩潰大哭這樣 然後我還在那邊安慰她說 沒關係真的一切都會過去的 然後隔兩個禮拜之後換我要搬家 然後我還更慘 我要隔海搬家 各位看我今天穿得這麼厚 是因為現在其實才20度 好開心 天氣終於變冷了 那上次終於順利的把訂金交了 把房子訂下來之後 接下來呢就是處理搬家啦 合約啦 然後給鑰匙啊 這些 這次真的是動用了我身邊 所有的人情卡 來幫我處理搬家這件事情 所以我也特別準備了很多東西 給我的朋友們 例如說 這邊 有一些台灣比較傳統的零食 我跟講這個是鳳梨酥 這是我媽輕點的三個麵 說真的很好吃 我昨天已經叫了順風的小哥 然後他跟我約了大概在一個多小時就會來收貨 然後幫我就是清官啊 裝箱啊什麼的 然後我等一下還要去一趟DHL 就是把鑰匙寄回去給我的朋友 AKA Vanessa 處理這些事的同時呢 我現在在嘗試著訂我去美國的機票 還有我回香港之後要住的隔離酒店 然後這個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就是很多東西做 我把鑰匙給了Vanessa之後 他就有先幫我回去 其實本來他只是要幫我拿幾個比較重要的東西 後來到現場之後他就跟我說 我覺得 嗯 你們有些東西要丟的 我一起幫你丟一丟吧 然後 他就 在我家待了三個小時在幫我丟東西 在這邊呢 我們先全部給Vanessa 就是下櫃 你們不用下櫃 我下櫃就好了 謝謝Vanessa 我幫你錄了 你要看嗎 我要看 我要看 我看一下現在怎麼樣 希望沒有在地上看到 內褲 好像是元宵節的時候買的 好像是應該是某個咖哩之類的 你可以丟了丟了丟了 丟 丟 我肯定連你自己都不記得有些人在 哈哈 我整你的 哈哈 幾個小時 我的天啊 要來介紹一下 好 首先 這一袋全部都是他在廁所裡面 不要的東西 這一整袋 冰箱有三袋吧 有有三袋 這一袋是廁所加廚房 這一袋也是冰箱 你看 這些就是 不要的湯圓 我的媽呀 搞得我好累喔 謝謝Vanessa 觀眾朋友們 我穿著沒有袖子的 我都渾身汗了現在 但是 這個家 還是看起來好像完全沒動過的一樣 算說 你家很實用耶 小嫂的 很冷的 很冷的 我媽那時候看到我跟Vanessa 講了三個小時的電話 然後他就說你回去真的好好的對人家 然後我就說 真的 在正式搬家之前 我有請Vanessa 先幫我拍 我家裡面的照片 就是幾個比較大的區域 所以我就畫了幾張圖 然後呢 就跟Bill說 可以跟師傅講說 這一塊大概是什麼 可以放在同一箱 那如果沒有講到的 就反正就全部都打包起來 我之後再整理這樣子 好的各位 我剛剛去做完PCR 然後現在呢 就是早上的9點半 在香港開始搬家了 然後我的朋友Bill 現在就在我家 幫我搬家 然後他現在在幫我紀錄現場的狀況 今天希望可以在下午可能一兩點之前 我就把所有東西都可以搬到樓上 然後我的水龍頭也可以移到新的家 我真的是沒有想像過 我有一天會要體驗就是隔海搬家這件事情 希望大家以後也不要再遇到 希望搬家今天可以一切順利 我現在全家全部都是箱子 除了箱子之外 還有很多很多的灰塵 Oh my god 必備必備 那如果要說我從這次的經驗裡面 學到了什麼 我覺得首先第一的是 如果你有一個big travel plan 就是或是你有很長一段時間會不在家的話 如果你跟房東的關係還不錯的話 可以先跟房東說 然後再來呢 是把你的鑰匙給一個你可以信任的朋友 然後呢租房子之前 可以先稍微了解一下你的房東 本身對這個物件的期待 是要賣掉它還是 就是單純一直想要長期的租下去 因為當然如果房東遇到一個好的房客 他可以長期的租給你的話 他當然ok啊 就是也省了麻煩嘛對不對 畢竟你每一次要找一個新的租客 你就是要多付那個佣金 然後中間的手續其實也蠻麻煩的 第二個是為什麼我回來之後 我之前跟大家講 我丟了三分之一的東西 是我發現我的那種就是雜物 或是不必要的東西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回來之後 開始就是斷舍離了很多東西 我捐了很多的衣服 然後丟了很多不必要的decor 如果真的遇到要搬家 那真的是一件大工程 所以就盡量讓自己的生活簡單一點 這一次其實在搬家 幫到我最多最多的就是Bill跟Fanessa 然後另外還有Jensen在 後來搬家的一些小插曲上面 也有幫我解決一些事情 所以我是真的很感謝他們啦 就是我自己覺得我的朋友並不多 但是很感謝他們都願意 就是 就是真的一口答應說要幫我 然後我真的真的非常的感恩 老實說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被趕著要搬家 然後我整個人就是都一個 處在一個很慌亂的狀況 搬家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真的遇到了一定要相信 就是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everything's good 對我們是獨立自強的朋友 最後一個呢就是我個人一個新的目標 就是經過這次經歷之後 等哪一天我決定要settle down 就是要在一個地方長期的居住的話 我一定一定要有自己的家 就是我不要再租房子了 以前一直覺得買房子是一件很遙遠的事情 然後是一個你知道大人在做的事情 但其實我也是大人囉 可能因為這一次就真的意識到說 有一個自己的地方是多麼安心的事情 所以這個變成我一個新的小小人生的目標 就是我想要好好的賺錢存錢 然後未來有機會的話可以有一個自己的地方 以上就是我為什麼會突然搬家的原因 然後整個過程 那當然因為我不是real estate expert 所以如果我中間有講錯什麼的話 就請大家見諒 然後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像我們一樣的狀況 I will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Bye I will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I will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